部长在今天的报上有提到这个WWF就是世界那个自然的这个资源的这个调查 他们的意见认为地球已经over使用到50% 也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几乎是破产状态 那跟台湾的处境有点差不多 台湾也是一个欠债状态 那地球也是一个欠债状态 但是地球的欠债状态 在我看它这个它的这个数字呢 应该是指全世界的平均的这个操用 那以台湾来说你想会不会超过这个50% 台湾的你说整个海洋支援吗 还是台湾的对整个自然的海洋 我想应该比平均值高 应该是操用的状况比世界平均值高 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思维就是说 我们家温道了 我们台湾是一个三家人欠债的 我们是欠债的 债主就已经闭上门来了 我们整个的这个开发应该要做这方面的思考 不要什么事情就一个亿两个亿 十个亿八个亿这样子投下去 几百亿几百亿投下去 然后觉得这算什么 是不是再多不愁 好像有点这样 我想基本上我同意委员的看法 对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这个简朴的清贫的这个思想 作为我们的主流 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再去耗费我们的资源 当然这个除了耗费之外 我上个礼拜去了这个东沙岛 虽然那个是军事委员会 但是我也去了 去了之后 发现那里的住军呢 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因为倒小小的两百个人 其实是没什么事可做 他们做的最大的事情 部长知道是什么吗 不清楚 不知道 因为被没有敌人来袭 也没有水鬼摸上来什么这种事情 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铲除以前错误种下去的银河欢 盘踞了全岛 他们就不断的不断的要去铲那些树 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铲完 那我走着走着又会看到一颗银河欢 那这种错误的引进 跟我们现在政府所做的很多的措施 有点类似 就是我们做错了 一旦这个决策错了 我们就要负担那个成果 我们花很多年都都没有办法去消灭 那些战士他们身体很强壮 他们成天除了上一下操这样子以外 扰着岛跑一圈这样 他们其实没什么事可做 他们是以他们的权力去做那个铲除银河欢的事情 但是还铲不完 因为那个大概他的跟盘到这个很容易再长出来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那个海洋 或者是海洋中的小小的岛屿 我们持什么态度 其实是很值得忧虑的 那我们在这个汉民族的长久的文化传统里头 其实是比较没有海洋 我说比较 可是呢也还是有 就是在这个历史历代的这个帝王 他们要去祭天地的时候 他们是从那个中国西部 例如长安之类的地方出发 那他们的行程一直会走到泰山 那泰山就是到海岸 东海岸去了 他们要走过这一个好像有点像 不管是灰教徒或者什么基督教徒的那个朝圣之旅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横跨的这个这个从西到东的这条路线 他们才算是他们的这个这个帝王的一个一个行程结束了 那所以呢 也还是有对这海岸线的观念的 只是我们对海洋有一点陌生 不知道 部长觉得这个基本上的文化的陌生感 在台湾我们应该比较有有有背景可以去熟悉海洋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的人民对海洋有一个认识 也有一个情感 也有一个尊重呢 我想这个也是刚刚委员指教的没错了 我们对海洋既陌生又畏惧 所以我们对海岸这个就反映出很多我们对海洋的不管理 对海岸的这个整个管理目前也是有点混乱 事实上我们的观察是这几年来因为图石流 因为大量的这个沙到海里面去 其实沿海的这个珊瑚礁破坏的很严重 那个不是人为那是天然的 所以我们近海的渔场 其实我的观察是我的数字看起来是相当枯竭 所以我是觉得我也同意刚刚邱委员讲的 我们其实我们近海 对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有千千万万件 但是基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不尊重海洋 所以我们希望说第一个我们在这个法 赶快把它定出来 在法里面你才会有主管的官署 你才会有政策才会有经费才会有预算 但是我们的人民以及我们的官员呢 基本上就不觉得 这个海洋我要照顾它干嘛 好像其实我们最近有要求公务员 有一点这个对环保有点认识 有点课程 但是我想那个 如果他们能对陆地有点认识 已经谢天谢地了 要求他们对海洋有所认识呢 好像更是天方夜谭 所以我不知道说 如果海洋法跟陆地法加起来 他们的那个时间是够的吗 我是觉得因为前两年吧 通过环境教育法 是 那这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公务员都每一个 每一年要接受多少的这个教育 我是觉得可以在环教法里面把海洋这块加进去 对 但是那相对的又有 其他的课程是不是又变少了一点 应该还好了 还好 我可不可以不好意思问在座的各部门的官员 你们有去上过这个环境教育法的请举手 有一位 两位 其他的没上过是不是 是因为没开还是没有时间去上 还是没有轮到你们 好像有要求一定要上 我们是有要求一定要上的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这里至少在座只有两位的话 就是不到十分之一的样子 那他们今年要去补课 对 我觉得这个环境教育法应该 要帮助他们要上更多的课 因为就增加了海洋 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是对环境没有尊重 我们比较在乎的是任何执政党上来 他都会在乎他的经济成长 那经济成长就是就是会开无限制的去开发 其实呢是是应该要要求有有有一个认识 有一个平衡的要要非常的谨慎 因为这是非常非常神圣的领域 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国 但是如果加上我们周边的海洋呢 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富有的这个国家 我们应该要尊重我们周边这个美好的家园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大家